Hello大家好 我是蘇菇 今天的视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update 就是我羊了 对我跟杰里德两个人前段时间就双双都羊了 不过大家不用太担心 目前我们俩已经是一个痊愈的状态了 然后我就想还是应该要做一个视频 跟大家去说说我们从羊到自愈的整个过程 然后有哪些症状 包括吃了些什么药等等 当然我肯定是希望大家永远不要用上这期视频 但是如果说万一万一你不小心羊了 就还是希望这个视频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帮助 首先我想先捋一下我们是怎么感染的 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可能会比较莫名其妙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羊的 就是不确定自己是在哪里感染的 但是我们就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99.99%确定 我们的感染源是来自于Dawson City的嚼之酒 玩砸了 因为杰里德喝那个酒之前还是活蹦乱跳的状态 然后喝了酒之后第二天的晚上 也就是喝酒之后的大概24小时左右 他就开始感觉到不舒服了 再过了一晚也就是差不多36小时之后 他就开始发高烧了 但这次很蹊跷的是从他开始有症状 我一直都是一个没有症状加上自测是阴性的状态 我一度都以为 哎呀 肯定是我的身体太好了 我应该已经逃过这一集了 直到第七天 我也开始发烧了 所以就根据我们这个情况 我推测哈 因为杰里德呢 是直接喝了那个泡脚趾的酒 所以他的症状会来的快一些 24小时就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症状 然后我呢 因为我没有直接接触 我没有喝那个酒 但是我又因为是超级密接 对的 就是他喝了酒 在他还没有症状之前 那个第二天的白天 我们俩还share了一个超级大的冰淇淋 然后他刚开始病的那几天 因为我们俩都不知道 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隔离措施 就是我们俩还是同吃同住 然后还一起开了3000公里的车 等于说就是在汽车这种密敌空间里面 大概待了30到35个小时这样 对 呼吸着同一车的空气 所以作为密接的我 我的潜伏期是6天 如果说从我们俩吃同一个冰淇淋算 我刚开始接触到这个病毒 那么我就是在第7天开始有症状的 当然现在回头去看 我觉得整个过程最幸运的就是 虽然说我们俩都痒了 然后前后还隔了一周 但是我们俩并没有把病毒传染给他父母 就真的是万幸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 就是万一哪天不巧你变成了密接 那么可以不用太紧张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我们的情况是当我们回到家自测 发现他痒了之后 我们并没有在整个家庭的空间 去做什么特别的消毒 就是那种很专业的喷洒式消毒什么的 我们并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没有做 然后我们当时做的就是 基本上尽量待在自己的房间 然后我们俩是有一个我们俩自己的洗手间 并没有和他爸妈去用同一个洗手间 然后白天我们还是偶尔会下一下楼 大概一天两三次 就是下楼来吃饭 和到院子里面去晒晒太阳这样 然后我们俩在家的时候也并没有去戴口罩 但是整个家里面就是前后窗户门都是开着的 然后会开一些风扇去增加空气的整个流通情况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虽然说我们俩羊了 但是我们羊的整个过程还是和家里人在一起吃饭的 当然我们是有那种分餐制 然后我们俩当时羊的能做的就是 我们羊的这个人尽量不要去碰家里面一些公用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像什么胡椒啊盐啊 或者是盛饭的一些勺子啊叉子啊夹子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像盛菜一般是他妈妈或者他爸爸会给我们盛 或者就是我们两个人互相帮忙 因为我们俩虽然说都养了 但是我们俩前后刚好插了一周 等于说他在养的时候 我还是自测是阴的 然后我没有任何的症状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帮他去盛一些菜啊 或者帮他拿一些东西什么的 然后等我养了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已经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又可以帮我去盛一些东西 拿一些东西啊什么之类的 对就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我们在整个羊的过程中 我们的餐具也是和全家的餐具一起进洗碗机去洗的 理论上呢 洗碗机洗碗都是有这个杀毒消菌的作用的 然后介于我们这个情况 我们的盘子在和正常人的盘子一起洗 但是他们并没有感染 所以我觉得这个洗碗机的杀毒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觉得这点也可以作为经验去分享给大家吧 就是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存在阳性患者啊 或者什么啊 这个碗去放在洗碗机里面进行高温消毒 这样一个清洗 是还是相对比较健康安全的 对了 我们的情况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屏幕前呢 你不小心成为密接了 也可以参考我们这个情况 就放平心态 不用太紧张 至少根据我们的情况呢 就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呼吸 好像是没有造成感染的 那感染的主要途径呢 还是通过像唾液啊 这种直接的接触 当然啊 现在毒株的种类很多 就我们这个情况肯定不能代表所有 就是大家平时还是要注意多洗手 然后照顾好自己这样子 接下来呢 就说说我的症状 首先啊大家提到最多的就是发烧 我们两个人感染的全过程中 都是有发烧的 但是有一点点小区别 就是杰里德可能 因为他的抵抗力会好一些 他是只有一天高烧 然后之后就是普通感冒的症状了 他没有继续再发烧 但是我呢 可能抵抗力没有他好 所以我发烧的就会稍微久 那么一点点 我们一天先来说哈 第一呢 也就是我有症状的第一天 我起床之后就开始感觉浑身没有静 然后有一点酸酸的 就整个骨头 每个骨头缝里都不舒服 就感觉自己要发烧了 然后果不其然 我就开始发烧了 那天差不多是发烧到38.6度 就不到39度这样 然后自测试纸呢 是显示弱阳 就是有一道非常非常非常浅的第二道杠 还有就是我从第一天有症状 就开始有轻微的咳嗽 然后呢 那我有一个就是网上我觉得体积比较少的症状 就是眼睛酸痛 这个酸痛啊 就感觉像是你打了通宵游戏之后 那个眼睛不舒服的感觉 就很酸很累 然后我这个眼睛酸痛是从我有症状第一天一直持续到我转阴 就基本上是伴随了我羊的整个全过程 反正我是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个五官都是相通的这个说法了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我还是有一点滴烧 差不多是断断续续的 到了晚上大概有37度9这样子 然后一整天呢 人就是没有什么胃口 不想吃东西 然后我的咳嗽就变成了有痰的这种失咳 接下来呢就是第三天 我第三天的症状和第二天基本上是一致的 还是继续滴烧 将近38度 没有什么胃口 整个人也没有什么力气 咳嗽有痰 还有眼睛酸痛 就这些症状都是一样的 所以也就是说我的情况是高烧一天加上低烧两天 总共发了三天烧 当然我发烧的这个过程其实没有特别特别的难受 就基本上发烧 然后我就吃退烧药 吃了退烧药以后睡觉出汗 然后烧就会降下来 就没有说是一直很高烧 然后也降不下来的那种过程是没有的 如果说你发烧跟我差不多三天以内 然后吃退烧药可以降下来 那我觉得基本上不用太担心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新冠阳性的一个症状 但是如果说你是高烧不退 甚至超过三天了 我觉得你可能会需要去进一步练习你的医生 然后或者是去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那我们就继续说我的症状 从第三天开始 还有一个很兴趣的发现 就是我的味觉开始有一点点错乱 我发现我喝的水 它就变成甜的 就是普通的这样的水 然后喝起来就感觉非常非常的甜 非常好喝 就说实话我觉得那几天喝到的水 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水 然后第四天 这天开始我就不发烧了 整个人就是一个重感冒的状态 鼻塞 流鼻涕 咳嗽 就这些常规的感冒症状 基本上一个不少 然后我会觉得 就是整个人很容易出汗 基本上睡一觉就要换衣服的那种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从第三天开始我的味觉出现了问题 然后从第四天 我就意识到我的味觉 我觉得有比较大的问题 一个就是喝水感觉非常非常的甜 非常好喝 另外一个就是我当时吃所有的东西 就感觉很奇怪 也不是说我完全丧失了味觉 我的味觉基本上还是在的 就是酸甜苦辣咸什么 这些味道我都能尝得出来 但是这些味道又不像你正常的时候尝的那样 就我感觉就像是你隔了一层什么东西 去尝这个味道一样 就是有 但是又不是那么清晰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对于我而言很影响 因为吃东西就真的不是很好吃 就你吃不出来有什么味道 接下来第五天 我第五天的症状呢 还是和之前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重感冒的状态 但是我这天我就发现 我的嗅觉基本上95%都丧失了 然后本身我的味觉就感觉有一点炖 然后再加上嗅觉的丧失 就基本上吃东西 已经不太能吃出来是什么味道了 就有一些基础的咸甜苦辣什么的 但是就就它变得不美味 就是真的就 就是不好吃 我记得那天我试了很多 我唯一能闻到的东西是 姐里的妈妈配给我们的一个 有醋的消毒水 就喷出来就是很浓的那个醋的味道 对我唯一能闻到的就是醋的味道 然后第六天 我的症状还是和之前一样 就是一个重感冒 但是呢这天我一大早洗了一个澡 然后我就去闻了一下我平时用的洗发水啊 什么发毛啊 沐浴露啊 就这些平时都很香的东西 但在当时我就什么都闻不到 就真的闻不到 然后当时呢我就很慌 我想完了 如果说因为得了新怪 我接下来的整个人生都闻不到味道 那我的人生该多无聊啊 就是我今后吃所有的好吃的 可能都会觉得不好吃了 我就自己在那里吓自己 就当时整个人就非常非常的沮丧 结果呢那天就是一大早起来 我是闻不到东西的 但是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 诶我好像可以开始闻到一点点了 就我的嗅觉大概恢复了20%到30%吧 就恢复了一小部分 然后我就赶紧再去闻 早上闻不到的那个发毛 就是早上是真的什么味道都闻不到 然后我中午闻的时候 可以闻到一点点椰子的味道 我当时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觉得嗯太好了 我在好转 我的嗅觉有再回来 然后这天下午呢 我们就是出去打了网球 想运动运动 然后运动之后 晚上回来我就感觉 整个人真的是好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感染了新冠 在这个身体 基本上恢复了之后呢 去做一些适当的运动 还是会很有帮助的 然后第七天 这天呢我就非常高兴 因为从这天开始 我的嗅觉差不多回来了七七八八 我觉得差不多恢复了80%吧 然后其他的所有症状也都开始减轻了 从一个重感冒的状态 到变成了一个感冒尾期的状态 就是还有一点点流鼻涕 有一点点咳嗽 然后这天呢 因为我感觉好的差不多了 我就又做了自测 测出来还是弱痒 就是有第二道非常淡的那么一道咸 第八天基本上和第七天还是差不多的 就是感冒尾期的一个状态 有一点点流鼻涕 有一点点咳嗽这样 第九天我是觉得我已经95%康复了 就虽然说吃了什么热的东西 或者辣的东西 会有那么一点点流鼻涕 然后可能偶尔会有一点点咳嗽 但是我整个人的感觉就是 我已经非常好了 没有什么很不舒服的地方 然后当天我再去做自测 就已经显示是阴性了 就只有一道杠 然后第十天 我就感觉我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了 就完全康复了 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了 反正呢 就是现在整个都熬过来之后 回顾我整个得病的过程 我个人觉得是不算很严重的 当然相比节里的 我发烧的时间会久那么一点点 然后整个过程也有出现 嗅觉味觉的退化 但是基本上没有持续特别长的时间 我的味觉和嗅觉开始恢复的时候 整体就是已经呈现好转的状态了 然后就是我还是很庆幸的 就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后遗症 或者是什么 就真的持续很久会很困扰我的地方 就我感觉各方面都还是挺好的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这次感染新冠 到自愈的一个全部过程了 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参考和帮助 当然也希望你们永远都不要用上这个参考 不要用上这个帮助 然后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下次我也可以去做一期视频 跟大家分享我整个得病 然后就是自愈的这个过程 吃了什么药 做了哪些治疗 也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点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